在舉辦這個螢火蟲的野望活動 其實有兩個目的 當然是讓這個 幫這些呼籲出來的螢火蟲找個新家 其實另外一個目的是一種 給這些小朋友 甚至是比較年長的市民 一個生態教育 我最近在想 台北市的政策發展 我們對於保護區的發展 為什麼在最近開始趨於謹慎 一個很大的理由是 綠地變成水泥地很容易 可是水泥地要再轉回來綠地相當困難 所以我們每上市一份綠地 就是少掉一份綠地 因此在我上任之後 是讓我們對整個保護區的開花 是趨於謹慎的態度 這是第一點 那最近我在跟我們環保局的局長在討論 有什麼可以突選我們台北市的價值 其實我在想 這種環保 綠能 減碳 這種所謂 生態城市的概念 應當才是我們 台北市要成為文明城市 應該追求的方向 所以這也是我們 目前在最近 包括這種PM2.5的計畫 還有這個太陽能發電 有些活動會開始再去處理 那今天來到這裡 還是要非常感謝 剛好我們公園處是非常努力 對整大安森林的維護 但是事實上如果沒有大安森林只有基金會 每年幾千萬的經費上的幫忙 你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讓大安森林像現在這麼漂亮 所以這也是一個公司部門合作一個很好的典範 這裡有乾淨的水源讓你氣息 在這裡有飽滿的田螺讓你補食 在這裡有清香的野薑花讓你停留 美麗的營火蟲歡迎你回家 願你在此安居 願在未來的夜空 世世代代璀璨明亮 營火蟲也放祝福 請一個人信仰 在心裡給營火蟲祝福